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一样给大家带来的是钢笔评测视频 今天讲的这根笔会比较贵 是一个Voterman的艾成系列 威迪文的艾成系列 看到整个笔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根笔 也是我手上最贵的一只 这个笔的话是这样子 本身上面的这个也是一个金属笔盖 然后呢这个 另外这块是一个亚克力 或者是说保力弱 保力弱的一个材质 上一集那个海域好像我忘记给大家展示那个尺寸 这一次刚好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刚好有这根在 是这样 嗯哼大家能看到这就是一个大小的差别 把灯光弄一下 对 就这样子能看到这一根的话 呃这个的话 嗯 艾成的话 基本上如果带笔盖的尺寸是去到 呃15.1或15.2这样子一个差别 海运会短一点不到15 14.8左右 对14.8厘米左右 这因为正常别人说嘛 大儿子小儿子版本就是 就是海运是艾成的小儿子版本 那我现在给大家打开一下这个 呃笔 那你看到笔件非常漂亮 但是呢 记得这么放 然后这根笔 哇超级容易硬指纹的 艾成这根 但我个人来讲我不是很介意这些了 所以通常我还是会这样用 呃海运的也是一样 给大家打开一下 你现在能看到就是艾成的笔 会比海运的再出那么一点点 出上一点 呃但长度来讲就差 可能就是说不到0.4公分 就不到0.4毫米左右 所以说呃海运的话 我觉得一根笔书写感受还是ok的 基本上也是能压到这 而且他这个位置压起来就是特别有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那海运的话就讲到这里了 现在还是会去讲我们艾成吧 艾成的话还是这样子 这个笔件总成所有Waterman最有价值的两个系列笔嘛 Kareem Edison这两个系列的 这个总成都是一样 你要换就整个一起换 就不能说那个 因为我手比较油比较滑 所以就你看我捏的很用力 一样我是用那个也是用墨囊 基本上我是用这个比较多 我也比较少用吸墨器 然后整个总成是这样子 也是一样把手电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只能笔上面是这样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应该可以了这样 看到也是一样压上去的这个 然后18K金尖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 其实它是蓝色的 它不是黑色的对透明蓝色的 这一点我觉得它外观上面真的很花心思 而且其他的部分大部分都是镀金的 基本上就不是纯不算是完全金币的 完全金币也不可能做出来 因为硬度不够会软化掉 里面的话是这样子 这个看起来比较无底洞这个感觉 看一下能不能看清啊给你们 不好意思我老动到镜头 是这样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它本身这个是一个透明蓝色的一个样子 但它里面是一个金属的 就基本上是一个同的一个插件嘛算是 那扭上来整根就是这样子 非常粗 简单点朋友就说我认为它适合签字 但是不适合书写的一个一根笔 但它好看是真的真的很好看 另外这个笔整个插起来是我觉得最好看 其实这样子不用是最好看的它这根笔 其他的比如说上面这里有一些那个 一样还是给你们打开一下 一样的一个看到waterman的一个字 Cobin的那个系列也会有 然后这里Paris 法国就巴黎嘛 那其他的比比较上面这些都可以拆 但是这根笔太贵我不敢拆 所以就给大家试写一下吧 我还是拿无印的那个吗 无印那个因为比较大家比较好的记得 还是这样放这里 所以然后你们现在看了这根金箭笔吗对吧 我首先我压一下的时候你看完全没反应 对吧 完全没反应 所以说不一定金箭笔才是软的 有时候金箭笔是像什么 一根刀在冰上面滑过那样子 它并不是说我真的整个笔箭就很软 它是你写上去的时候感觉很软 但它笔箭其实还是很硬的 那随便写几个字吧还是那一个我写什么好了 嗯 嗯 哎 这么找不到 往来五百钉吧 就写这几个字吧 嗯 嗯 啊我通常蓝色签字用的 所以你就看到 但是在日本的话 正式场合的笔 是用黑色黑色笔来签字的 那如果是法律文件的话通常是会用那种碳数碳数墨水 然后这个您看到这个粗粗戏 然后英文也写一下吧 英文的话就 嗯 要what man 对吧 放好记得就这样子 然后再下来就这个 五印的 五印的我书写比较多 所以你看我写的时候会比较顺一点 哎我一字还是一样这么丑啊 什么时候能好看一点 哎呀写的真的是 好大概是这样子 能看到 同样是F间 那这时候就是一个差差别就在这里了 你们能看到 好的比他的空墨肯定是比便的便宜一点的比那个好很多的 你看同样是F间这就是差别了 但是像这种差别的话是这样子 呃你不是你也没法感受 另外你试了你这根是这样子 另外一根他他也不一定是这样子 这就是干笔最麻烦的一个地方 我认为就在这里了 那如果你说 呃 要买一根什么样的笔比比较合适 我觉得是通常这样子 一根签字笔 一根常用的 然后就这样子两根笔 其实就很够用了 那艾成像这种笔的话 我觉得就说放在家里 把玩的性质更多一点 很少人会带出门 带出人比较耀眼嘛 如果是懂的人 对吧 嗯所以就 今天的艾成的一个评测视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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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